1月1日晚上 辽宁对阵广东挑战卫冕冠军 当然本赛季 卫冕冠军发挥不佳 目前排名仅在联赛第七的位置 第二阶段开局之后 广东迎来了两连败的颓势 上一场才拿下一场 止住颓势 此意广东依旧让意见联手发出战 但是状态不佳 当然不佳的还有广东对其他队员 辽宁队则是在郭艾伦以及福格出色带动下 连续砍分 一度将分差扩大到10分以上 辽宁队首节一度打出21比4 实现了17分的优势 此后辽宁一度领先到20分 广东追到10比28结束 第一节 郭艾伦九投三中 拿到7分二板三助攻 赵继伟替补登场后 也有5分入仗 三投二中 第二节上来 周鹏三分命中 莫兰德勾手未果 杜润旺接球上篮命中 莫兰德命中2分 徐杰的三分球也开了 一波8比2到来 然后辽宁队随即回应 一波5比0 辽宁稳住大比分优势 张震灵赢着一剑连防守 想要隔扣 迫使后者犯规 二伐命中 这一幕让人感慨万千 阿联太辛苦了 帮手也太少 徐杰三分球连续命中 反扑势头彻底起来了 莫杰分差一度来到30分 广东被打花了 CBA本赛季最大 夺冠热门球队又赢了 轻松击败未免冠军 继续领跑积分榜 郭艾伦轻松22分7助攻 赵季伟替补拿到16分8助攻 富豪替补11投8中 砍下19分 拿到4个前场篮板 辽宁115比95战胜广东 分差很意外